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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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後面還問說 他帶120塊錢出門 兩種筆都要買 我先把這個地方先刪掉 我們已經知道 鉛筆一支是多少錢 鉛筆一支是多少錢 然後我們再來 好 我們意思是說 我們假設 這個12塊錢的有A支 然後30元的有B支 合起來要120元 我們這裡可以同除以6 同除以6之後會變成20 好這個時候呢 意思是說這樣子要等於20 我們就要來拆它 A跟B 如果我們之前有講過 如果說你碰到說我們這樣子要 處理它的時候呢 我們要找係數比較大的 係數比較大的是5 我們要先從5的這個地方設 然後每一支都要買 所以我們這裡先設一支 如果說它是一支的話 2A加5要等於20 因為這個是偶數 2A等於15就不合 所以如果說這個1 3 5就不用考慮 我們直接可以考慮偶數的部分 考慮偶數 意思是說考慮2啊4啊 我們如果說是配2的話 2A加10等於20 所以A呢就等於5 如果說是配4的話 5乘以4就等於20了 就已經等於20 所以它等於4就不合 所以我們這裡就可以知道說 12的是鉛筆 鉛筆就買5支 原子筆 就買2支 各買多少支 我們之前在做這個聯力方程式的時候 我們有一種提醒是說 它要整數 或者是正整數 有這樣子的限制 那麼這一題呢 他說兩支都要買 意思就是它需要正整數 這樣子的意思 這一題我講的比較不好 比較不流理 還請見諒 鹽X公克放入Y公克的水中 濃度是30% 若加入20公克的水 則濃度成為25% 依提議列出2元一次聯力方程式 這個跟之前問的有比較簡單一點 當然我們一樣是要把濃度的基本定義 你要先搞清楚 濃度 會等於 溶質再加上溶劑 溶質加上溶劑 分質的部分是溶質 如果說是以這一題來看 它的什麼叫做濃度 以這一題來看 就是鹽巴再加上水 上面放鹽巴 這樣子有沒有了解 好 AX公克 鹽巴是AX公克 鹽巴是AX公克 鹽巴加水 你看分子 分母是鹽巴加水 分子是鹽巴 它就會是濃度30% 濃度30% 這是第一個列式子 如果加入20公克的水 它濃度就會成為25% 它第一次是說鹽不變 然後水呢 再增加一個20 水的部分再增加20 這個時候 它的濃度呢 就會變成25% 這時候我們再來做一下計算 把這裡刪掉 四指列出來 其實計算過程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我們 我們 就來做一個交叉相成 它只是要做一個連立方程式 那麼做連立方程式 我們就要把它寫的那個 簡化一點 整理的意思 我們把它做一個整理 這裡約掉 我們會變成3X加3Y等於10X 再整理一下 7X-3Y等於0 這第一個是 我在想寫這兩個也是可以 那麼如果說你要在這邊整理也是可以 那麼這裡會是四分之一 4X會等於X加Y加20 會是3X-2 整理完的式子是這樣 好 只是列式 沒有叫我們求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